高嘉瑜真的很強 一般人掃四場 紅白場 一個小時或半個小時就出來 高嘉瑜可以去一個下午出不來 每一攤都會抱著他 拉著他 跟他講心事這樣 他就開始吃東西 他把他人生都投注在這上面 所以他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比較空虛了 所以就算被民進黨被罵 他都沒有在怕 他當成走紅毯 我需要聽到你們的聲音 他那唱歌還強制唱歌 去過一些場子 全部都政治人物 叫他唱一首 他唱到三首 我再送新人一首這樣